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一开始对于这起事故 当时双方都感觉会承担一定的责任 也都有机动车一方赔偿 飞机动车一方这样的心理预期 然而一年之后 双方的这种预期发生了改变 汽车驾驶人梁广荣到法院起诉电动车驾驶人李国明 要求对方赔偿他在这起事故中的所有损失 事发之后 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并调取了视频 依据证据材料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交警部门认为 李国明驾驶车辆通过路口时闯红灯行驶 其违法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起全部作用 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 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 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 因此交警部门认定 在本次事故中 李国明负全部责任 应该来说大家都要花点责任 不算一类一般的 我是这样认为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 梁广荣同样感到意外 能证明自己在事故当中没有责任 值得欣慰 可是接下来的事故赔偿问题 让梁广荣觉得棘手 同事的车是新购置的 事故发生之后便送到了4S店修理 总共花费了8000多元 本来车是买了保险的 因为对方负全责 赔付责任应该由电动车一方来承担 可是电动车又没有保险 因为他们全责保险是不赔付我这个行的 然后那时候打电话过去 然后泰国就十分恶劣 不仅不赔付还要我电付他们的 与对方协商无果 梁广荣选择走法律途径 希望拿回之前垫付的医疗费和修车款 我住院 我住院 阿姨从来没过问一下 对不对 你再教我赔直接拿个单机来让我赔钱 我觉得我 从这个角度讲我也觉得我受不了 但怎么说我还是受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